前天,关小彤的爸爸发了一组和女儿在家里的妇女合影,并付了一段感慨,不知不觉,不得不说,甚至没搞清楚怎么回事,闺女就像风一样长大了。 这样的感慨,许多嫁广规律的父亲更深有体会吧,许多父亲年轻时期,为了家人必须竭尽全力在外打拼,直到四十多岁,快五十岁时才有心思去休息,去陪伴家人。 这时的父亲会发现,原来女儿也不再是那个永远依偎着自己的根屁虫,女儿已长大成人,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朋友,或者已有自己的爱人,哪还有时间来陪自己这个糟脑头子。 真的,只有一家人在一起,才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时光。 当然,父亲在外打拼,目的也是为了能有更好的条件陪伴家人,女儿是父亲的上辈子情人。 这话一点不假,看着关小彤依偎在爸爸肩膀的感觉,简直太美好了。 看着这,大家一定都想有个女儿吧。 关小彤和关爸爸的合影照片中,有眼尖的网友发现,在门口放着的几双鞋子,有一双好像是年轻男生的球鞋,而关爸爸不可能穿这样的球鞋吧,所以就引起了广大吃瓜群众和粉丝的诬陷想象。 在关爸爸说说,下面留言的话,真是千奇百怪,有人注意后面门口鞋子没,鞋子怎么了? 女儿是爸爸的小民小,祝父女两真幸福,怎么不晒大女儿,你女婿不赖等等,只是这次没人再喊岳父了。 关小彤的爸爸叫做关少曾,出生在北京,秦叔太斗关学曾的儿子,是一名演员,出演过许多的影视剧。